今天FB跟IG好像都有問題 現在是出現有些東西故障的 我們正在努力修復它 早上好 3月14日白色情緣節 16度在25度 新產品卡士達 都沒這樣喔 4.56 這個血壓劑 昨天是Google今天是FB 他說他跟他一樣都是乾脳一樣 總之正常吃不過量 多蔬果多運動 7月 2月 7月 12月 15日 他那麼快 好,7點56 剛剛去當一下快遞 送那個血壓禁 先跑人家要訂起兩血壓 好,到辦公室再講 今天看不到八點 好,早安 剛剛去送血壓禁 對,你們今天早上有沒有發現 FB跟IG都出問題 其實我昨天下午就覺得 手機APP方面 那個粉絲團專業的APP也有問題 我不斷的回喔 我回一個網友 他發一個訊息 我要回覆他 都送不出去 我連續送了好幾次都送不出去 原因不知道 這兩天 昨天是Google 今天是FB 然後剛好很巧的是 我早上看到那個Cassie Cassie Nightstep 有發了一個新的影片 是講說 他刪掉他的IG跟Twitter 原因是因為他一天 花了 他是說 他花了四十幾分鐘 跟五十幾分鐘 在這兩個APP上面 我也看一下我的 其實我使用FB的時間是比較長 使用FB 他有一個叫做 如果你用IOS的話 有一個螢幕使用時間 告訴你今天用了什麼APP 像我今天YouTube用22分鐘 因為我拿來看Cassie的影片 FB用了12分鐘 LINE用了4分鐘 這是目前 如果看過去7天 我每天用了4個小時在手機 FB竟然用了7個多小時 我不知道怎麼用 對啊 一週啦 一週 拿起的頻率 我每天有90 將近100次 通知就誇張了 IG通知有1000多 當然這些 這些是現在的人啊 好像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這個是不是問題 這個是不是問題 因人而異 你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 我沒有IG 沒有FB 沒有粉絲團 沒有Youtube 都沒有這些 那你會做什麼 好像還真的 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當然你想這個太多餘了 因為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因為總是會有別的東西去取代它 那我剛剛講這個 主要是說 其實很多時候 還是在自己 例如用刪掉 刪掉APP的方式 我覺得那個 那個只是 你只是讓自己不要去開 就是因為刪了 所以你不會去開 那這個主動權其實 不是在你 是因為你沒有那個 你才沒辦法去開 那我是覺得 你如果真的是有決心 不要 那就是 就算有那個APP 你也不會去開 你限制你自己 例如說 我規定我一天只能開 一次兩次 他 我聽Ks講 講法是說 他刪了APP 他不刪帳號 他是想利用 他有在 notebook 筆電前面的時候 才去看那些問題 所以他並不是說 想要刪掉 他只是想說 然後在一般生活裡面 不要一直去開那些軟體 那這個是一定要透過3APP嗎 不是 不是 就看 好啦 今天禮拜四 本來助理是昨天來 改成今天來 那今天 我預計會上一個影片 就是 Ninsys的Valp 那個路由器 那個路由器 是真的蠻好用的 對下午會有兩個人 可能會拿滑板來修 昨天我記錯了 收那個周先生滑板那個 是今天才會送來 因為他6點半才下班 他問我說 最晚到幾點 我說7點可以 送來再看 好 就這樣 那今天禮拜四 很快就禮拜五了 又放棄了 好不好 早安喔 我正在 又每天 在剪影片之前呢 我會先 剪那個intro 結果我發現 今天FB跟IG好像都有問題 現在是出現 有些東西故障的 我們正在努力修復它 我們的確是蠻依賴這些 這些社交媒體 9點20分 看我12點前能不能完成 今天應該會快一點 好補完 1點52 結果 我原本預計 1點45分 其實我1點15分就好了 然後我上傳到YouTube 讓它轉檔 但沒想到轉到現在 50分了還沒好 好不管來 弄一動 那有些朋友問我說 怎麼還沒有好啊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這兩天都這樣 我覺得說 我們現在都很依賴這些 YouTube啊 FB啊 現在它如果真的都壞掉 真的很多人會很焦慮 4下 4下 我現在拉4下跟 之前拉3下 那個感覺已經不一樣了 你們可以看我前面 前面的兩三下是 很有力 跟上禮拜拉的時候 其實就有差 這個就是這樣 然後 剛剛有個 有個朋友在Line Line Air裡面問我 是影片是不是壞掉了 不能看 對 然後還問我吃飯 謝謝 謝謝 好吧大家再等等 等等 我是打算3點再出去 今天想去買那個 蛋 好 3點45分 那個 蛋餅應該開了 到後面是才行 待會4點又有人要來 來 這個蛋餅 然後按兩個蛋餅 兩個蛋餅 一個酒菜的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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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3點52回去吃點東西 差不多 等 等一位 張先生 他要拿他的板子來 我好像是太久沒有畫了 好 看看 好 那個張先生 到了 我正在剪 正在剪那個 影片 妹姓 好 我下去 好 上來了 我剛剛跟那個 張先生 這張先生 這張先生 因為我們年紀沒有差很多 所以碰面都很好聊 然後 他拿他的板子來 我們完全沒有聊到板子什麼問題 一見面先聊 先聊說他怎麼之前住院 我覺得這個 應該跟你們分享一下 板子很新 有個Apple 你知道嗎 這個張先生 我認識他在2017年 他給我改這張板子 然後 後來呢 他就去買獨輪 買獨輪 就獨輪滑一滑 我是昨天才知道 他說他住院住了一個月 那原因是因為 他說獨輪摔兩次 那比較嚴重 那一次是速度只有5公里而已 跌倒 那手去撐地之後 這個手肘去 弄到自己 這裡肋骨斷掉 然後 他又跌一次是 高速的時候 滑到極速 因為極速是24公里 滑到極速的時候 他會 會 往後仰 就往後仰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控制 就開始抖抖抖抖抖抖抖 就人就被噴出去 那我是跟他講說 像我在滑 我還沒有到極速之前 我就會減速了 我不會等他撬板 因為滑到有經驗 當然知道速度到哪裡 就差不多 所以你們有在滑獨輪的朋友 你們不要看我這樣滑 他還是有風險性 自己要注意 真的不要滑快 任何這種板子或獨輪都不要滑快 這是第一個 他住了一個月 那後來 後來他說他又住了一次月 我說那又怎麼了 他說他得到肝農癢 就是肝脹 有細菌進去 我說那 好好你又沒受傷 怎麼會肝脹有細菌進去 在裡面那個 他說他懷疑他是吃生酮 因為他有一陣子吃生酮 每天吃高油脂 然後吃到自己 就是生酮 吃到後來 不知道為什麼 他忽然覺得 體力變很弱 然後發燒 他送醫院燒到40度 那醫生都給他抗生素用 然後我們聊到說 之前不是還有一個醫生 也是生酮跟咖啡灌場的那個 他說他跟他一樣都是肝農癢 那只是插在說 他也用抗生素壓下去 他說他這樣怕了 喔怕了 我說 我就跟他講說 你看嘛 我是不是常在講 不要搞通搞西 不要搞通搞西 你就正常吃 正常睡 那多吃點蔬菜水果 運動 運動 就好了 他說 現在不會 我現在不要 不要這樣子 人就是很奇怪 就是 你沒有經歷過 你不會相信 但經歷過 有人是 來得及後悔 有人就來不及 那個違反 違反 正常 正常 人正常該做的事情 大自然法則的 你就有可能會有 那種風險性 可是我們不知道 當然也有人成功 就像 倡導生童的人 是講說 早期人在 什麼 石器時代 然後有在吃蔬菜水果 通通都是打獵吃肉 那什麼叫進化 什麼叫進化 我們是一直演化 演化到現在 我們基因已經做轉變了 那你現在拿現在 跟遠古時代的人 去做比較 當然有人吃生農瘦了 這的確 可是 你問他付出什麼代價 至少我覺得很麻煩 我覺得很麻煩 總之 正常吃 不過量 多蔬果 多運動 睡眠充足 簡單 他剛剛跟我講說 我看你精神很好 我現在都早睡 早起 正常吃 偶爾不吃過量 因為吃過量會想睡覺 適當飽足就好 那我也沒吃什麼零食 只有 下午茶 下午茶 還有就是 偶爾 晚上吃完 老婆如果買一些小甜點 可是那個 我們都沒有吃很多 那 你如果算一整天吃下來的熱量 記得用總量去控管 總量 自己吃什麼內容 有些人說 吃糖會死人 吃糖會死人 是因為你每天吃 吃很多 偶爾吃有什麼關係 偶爾吃 還有呢 可樂 汽水那種 甜的飲料 真的不要喝太多 那個就真的很多糖 那個你如果把它分離 搞不好一大罐搞不好有 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是糖 那個絕對不會輸給你吃 吃麵包 吃蛋糕 那些東西 絕對不會 總之就是 正常 就好 好 我繼續 剛剛 遇到這張先生 我覺得他的經驗 可以跟你們分享 如果你們還在吃生酮 我覺得聽我的腦 就是 正常吃 不要過量 運動 睡眠 舒服 我會吃 我會吃 你 吃 吃 你 吃 吃 吃 I've been keeping my phone on no sound Facing you out, that's true Now I get butterflies Just thinking about your eyes And that can't be all bad Things came up, things went down Maybe turned back around My spot is saying, screaming that I'm mad A big storm blew up A hurricane ran in my coffee cup Carried me far, far away And that's why I couldn't make it today To our coffee shop date I must admit to some x-ray thoughts What I'd like to do to you So I guess I could 晚安 已經快七點 剛剛跟一位吳先生 收了這塊很漂亮的板子 這個是之前周先生的 他上面有刻花 這個都花了 當時花很多心血去弄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會賣掉 我在猜他大概應該是沒有時間滑 那這位他 來是 是 說這個殼有裂掉 對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樓下想說先給他試滑看看 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結果我站上來之後 你知道嗎 我站上來之後 我發現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很鬆 拍得到嗎 腳 他這個太鬆了 太鬆會有什麼問題 你如果速度慢的時候 還好 可是一旦你速度快的時候 會有一個現象叫做 Speed Wobble 你們可以去Google一下 很多YouTube有拍影片 有些絕大部分是發生在滑長板 下坡的時候 當你高速的時候 你速度一快 當速度一快 你如果重心有點不穩的時候 會開始這樣子甩 然後越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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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沒辦法控制的時候 就摔倒 那在甩的那個當下 歪這邊你人會想要拉回來 可是一拉回來的時候就過頭了 所以你又想要拉過去 就越擺幅度越來越大 越擺幅度越來越大 越擺幅度越來越大 就摔倒 非常非常危險 還有就是 太軟了 你轉的彎如果比較大 你很有可能你的腳 腳尖或腳跟會踩到蚊子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看很多滑板啊 這個地方要做 有沒有這裡有做一個凹槽 就是怕你 如果你太鬆的話 你踩下去的時候 磨到輪子 那磨到輪子 瞬間鎖死 速度一快 瞬間鎖死就摔出去了 所以 如果你們有在滑著滑板 或別的滑板都一樣 滑滑板的朋友 如果是電動的話 新手 記得 要轉緊 不要這麼鬆 這個已經太鬆了 它這個太鬆了 鬆到已經可以翹起來了 對不對 這個有點太鬆 其實前幾天 我剛剛有時 Tom 他有示範 其實不是前幾天 是他去年有示範 示範什麼 過那個 一點點高度的 或者小小落差下去 就是 前輪要這樣開起來 那我們有電動的 其實 就相對是比較簡單 還有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發生 那個 speed wobble 的狀況 就是會甩的狀況 誒 我們有煞車 我們有煞車 你可以慢慢減速 然後不要鎖死 減速的同時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會把那個 Wabble的那個震動 把它抵消掉 YouTube很多影片 很多影片 總之 新手的話 滑板 這個輪架鎖緊一點 鎖緊一點 鎖緊一點比較好 等你比較習慣 再放鬆 那當然 你如果真的滑很慢的話 鬆是沒關係 但要注意不要踩到輪子 好 今天是沒有空幫他 幫他修 明天吧 大概 我會利用這個 明天 或者假日 因為 這個 吳先生跟 下午那張先生 兩個都說不及 我慢慢 也不是慢慢弄 我就利用這兩天把它弄好 再通知他們 好 今天大概是這樣 我老婆今天有到這邊來 我可能帶有一個過去看一下 希望 趕快恢復 你知道那種 老人家 他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會忽然變這樣子 他說覺得我好好的 怎麼突然會 會這樣子 走路那麼慢 有時候很難講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很多的 應該說老人 老年人的體力 是來自於年輕時候的 累積的 累積的 你如果年輕的時候 你身體沒有很照顧的 你老了 就會 就會 遇到狀況的時候 就 老 喂 會啊 會啊 去找你啊 買米啊 好啦 好 拜拜 這麼巧 才在講 叫我去買米 好吧 今天就這樣子 好 那 嗯 下午 我剪一個影片 差不多快好了 所以我預計 不是今天晚上 就是 明天的早上八點 我把那影片放上去 好 就這樣 拜拜 總之呢 總之 嗯 保重自己的身體 保重自己的身體 然後不要做奇奇怪怪事情 拜拜 我去收東西 你動作很快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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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第一名 有誰嗎 弟弟 你吃了嗎 你吃了嗎 所以你媽回來過再過去的 哦 哦 原來如此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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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你好 又拿過來 你看 好了好了好了 我們待會 出去拿蛋哦 然後外面飄魚了 好 還要哦 可以了嗎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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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